很痛苦的过程 其实第一个痛苦 是我们自己的选歌 徐总你那现在有什么歌吗 我忘了作品找了大概四首歌 我认为我们先把这四首歌 简单单的听一下 好的 第一首就是这个 刺我 还是戏腔味 对听过那首 我还有一点摇滚 他就是一个戏子的一生 我比较喜欢戏子那个结构 如果是真的是国锋的话 我也可以贡献国锋的唱法 我也觉得令人合适 嗯 我觉得这个这个挺好 因为他是我写的 当然 当然 我们首先那个那个统一的一点 是我们要打中国锋 中国锋就是明月 所以我第一个时间 可以约大师的节奏 吹奏大师 《弦乐大师》 开始录了真乐器进去之后 编曲呢就完全的电影化 那其他两位哥哥的分工呢 比方说小龙 小龙非常辛苦 就是相当于他有 一直跟着我的音乐编 然后他还出那个很专业的调度图 像这种 我觉得他不属于唱跳歌曲了 他已经属于唱演 所以要带着情绪编排 带着要顾及到哥哥们演唱的分词 需要用这个方式去让他们 呃有有更多的表达方式吧 王老师也很恐怖 一天就把所有的舞都编完了 一天 我们三个特别像那种 一个法师一个打野一个射手 谁是打野 我应该是打野 我应该是法师 让这个变得更那个什么更好 你咋是打野 赚赚钱呀 对 搞经济啊 不然的话我们打不上去 幕后嘛幕后 你是射手 我是射手 主C的那个 你们前期来把我发育 对 所以在这里我是个若姬 莫只是一个很普通 很普通的歌手